大家好,这里是金牌娱乐,春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像样的彩排工作也是在稳步的进行。 据知情人称,从2月1日开始,肖战将参加2021年央视春晚的彩排活动。 只不过这个消息公开以后却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。 有不少人在网上发文称一定会把肖战抵制到底,因为列级艺人是不能参加央视这种主流活动的。 也有人称如果肖战参加春晚的话,不仅自己不会看,也会号召自己的家人一起不看。 其实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,你不喜欢肖战没有关系。 但上升到抵制高度的话,貌似没有什么必要。 肖战在今年主要有两个舞台的表现非常不俗,分别是星光大赏和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。 不仅都是收视率的最高点,现场的红海应援更是让人相当震撼。 其实央视让肖战这种顶级流量灯台也是在做某种程度上的改变。 以前就春节晚会搞的热闹点,不管有没有精彩的节目都会陪着老人边唠嗑边看的。 现在电子产品这么发达,很多年轻人早就去玩游戏了。 要不就打麻将,老人早早睡下了,守夜的都是年轻人。 如果没有他们喜欢的明星,谁还会守在电视机前呢? 流量和收视率的商业价值,谁高谁低还真不好说。 网上冲浪的大多数是年轻人,谁赢得年轻人,谁就赢得未来。 即使现在年轻人没有拿到舆论的话语权,但他们终究会长大。 春节就是喜乐,有快乐的元素就好,普通人没有那么高的眼界。 去年的小品,肖战表现的就很好,可能他唱歌跳舞的话,效果会更好。 但只要能登台,肯定是当天收视最高的几个节目之一了。 虽然有很多人看不起肖战这样的流量明星,但千万不要小看流量。 想要提高收视率就要懂得与时俱进。 春应潮流,郭德纲冀传统相声的时候骂声一片,不也走到今天变成主流趋势了吗? 而这么多人想要抵制肖战,无非是皮肤无罪,怀必其罪。 沐秀于林,风笔翠之,他太耀眼了。 有些心里阴暗的,比不过人家就想毁掉。 某些网友整天喊着肖战是污点艺人,烈迹斑斑, 号召全往全国,以至国外抵制肖战。 那就请拿出证据,让全国人民,全世界人民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不妥的地方。 近一年都拿不出实质性的东西,无非是污蔑罢了。 其实肖战能再度登上样式的舞台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能看出, 这些主流媒体是多么的力挺肖战。 喜欢肖战登台的,肯定要比讨厌肖战的要多。 至于肖战会不会参加春晚,我们拭目以待吧。